台湾新冠肺炎疫情升温 又现抢购口罩潮 平东县政府卫生局表示 县内健保特约药局及卫生所 有200多个点持续分售实名制口罩 目前都能充足供应 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一窝蜂抢购囤货 民众不用恐慌 不用抢购 那当然这是一个防疫的必要 必需品 那购买 然后使用 这个是需要的 当然也呼吁民众 在这个为了照顾自己的健康 也为了整个社区防疫的需求 那所有的防疫作为 那就请大家一定要配合 疫情升温除了抢购防疫物资 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民众也增多 卫生局副局长张秀军也鼓励 高风险族群预约接种疫苗 一般民众也能自费施打 提升保护力 现在就是整个疫情有升温 所以民众的防疫意识也提高 包括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在疫苗注射的部分 也非常的踊跃 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系统上看到的 也有1500个人 已经做好的预约 那所以我们也鼓励 就是也请符合这些公费条件的 或者是真的有需要出国 自费需求的 那能够尽快 然后去做预约的动作 也把疫苗打好 配合中央防疫升至二级 即日起医院 住宿型机构除例外情形 一律禁止探病陪病 及陪伴者仍以一人为限 几位活动室内100人以上 室外500人以上 凭县府建议停办 而家长最关心的校园防疫 作为学校也做足准备 各校除盘点防疫物资 也恢复尽校园戴口罩 集量体温的措施 此外更积极宣导 秦夕社的观念 提醒学生落实良好卫生习惯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频道新闻张如云刘建荣采访报道